廣修禪寺大會法師引領 在慈濟系指貢修處 500多人齊行唱頌佛號 為天下祈福 也為自己祝福 在推廣佛誕的時候 也希望說他能夠走向全球 讓全球一切眾生 在5月能夠慶佛誕 在12月能夠慶耶誕 它就很像日月的一個運行 然後普照大地 84歲的周黃金葉 過去是挑著扁旦做環保 是靶金們的典範 每一年的慾佛都不缺席 黃信豪一直都是全家參與 今年中古齊名 父子三人更是共同演繹 感受更加深刻 增加一些互動 然後有中古的一些精神 可以啟發他們一些 平常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 紫禁女佳穎 則是敲醒了心中的迷茫 個人幸福 團體整個才會美 互相感恩 圓滿莊嚴法會 夜法歡喜留在心中 帶來新聞 真善美之公 台北綜合報導 北綜合達 倫敬佩 我 許多